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啊 咱们说到 分割军队 韩世忠失去根本 在其封烟 金无珠卷土重来 金国的都元帅 威名赫赫 神勇无敌 征战无数很少获胜的四太子殿下 金无珠再一次领军出征了 侵律难送 这一次他选的位置 仍然是淮南路 正是张俊的防区 此时的张俊 手握近三十万的精兵 与淮南一路的金军抗衡 这是前所未有的优势 张俊都不必做出 怎样周密的战术安排 只需要陈兵列阵 和敌人正面争锋就行 因为实力决定一切 可实际的战局走向 却让每一个汉人惊恶了 张俊居然坐在镇江府 一动不动 全部精兵固守江南不动 只是派出去一些侦察兵 过江次弹军情 随时向他汇报 淮南全境 拱手让给金人 任凭其事 裸掠蹂躏 这是怎样的怪异荒诞和疯狂啊 哪怕是当年北宋亡了国 懦弱屈辱 层住不穷 也从来没有过不去抵抗吧 咱们就不说什么太原呢 真定啊等等 抗战明成了 连开封陷落的时候呢 也不是拱手就让给别人的呀 对不对 而这个张俊 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开历史之先河 隔江坐视江北 大片国土沦丧 坐视无数同胞惨遭凌虐 这样的人居然是当时南宋军方的最高手呢 张俊这边呢 还振振有词 说我纵观国际大事 南北就要达成和平了 这次金军侵略 不过是因为上次浙高之战丢了面子 出来这冲出气罢了 没没有过江交锋 很快他们就会撤退 言外之意什么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与其渊源相报 为何不高姿态先让一步 为了和平 有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千年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看这些让人气得头晕的 这些个奇谈怪论啊 一时间南宋朝野大华呀 当时也是这样 无数人弹劾指责张俊 连打定主义沉默到底的 还是中岳飞俩人都没忍住 不为别的 就从纯军事角度来讲 你张俊就浪费了一次 比从前更理想的机遇啊 金武朱这次前来 那纯粹是找死啊 不仅兵少 连资重都严重不足 女真人的短板在这时候就出现了 这个种族在宋辽两国的腐朽中 迅速的崛起 既没有底蕴也没有规划 除了最初打仗勇猛之外 他们不懂管理不懂经济 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了 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 十几年间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这一点他们比其他人差远了 在金武朱的管理下 开封城燕云十六州等 曾经举世繁华的地区 叫一片荒芜 满目所见 除了死人死狗之外 全是野草 搞得他亲自出征 粮草都背不起 在淮南地区一多月的 清月时间里 这些女真人饿了 吃牛吃马吃俘虏 混得人不人鬼不鬼啊 当时如果宋军调重兵过江 女真人将不战自愧 天赐的粮机被白白的浪费 韩岳两人是忍无可忍各自写了一份奏章 一方面弹劾张俊 一方面反对议和 这在稍有良知的人看来 都是在尽一个国人最基本的义务 可对赵沟等人来说 这玩意儿就是挑衅 计划提前执行了 之前对岳飞的各种控制都可以收网了 景会组织了最高规格的弹劾队伍 由玉士台支建院互动配合 玉士忠成合住 又建一大幅目击谢 搜集证据弹岳飞 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人物 这三个人动用了一切手段 研究岳飞的平生事迹 事无巨细 一一考证 最后只罗列出了三条所谓的罪过 第一 岳飞工作态度恶劣 叫日谋隐去 以旧安闲 第二 怀西之战 也就是第四次北伐结束一年之后 张俊搞出浙稿大劫那次 岳飞叫兼具明照不肯出师 第三 畅言处咒不可守 就这三条罪状 以上三条 咱先不说对错啊 直接透露出一个真相 岳飞在绍兴十年第四次北伐之前的一切行为 无可挑剔 品行完美 没有瑕疵 而这三条本身 站不住脚 为什么 第一 岳飞是写了很多封词之信 甚至有一次自动解职罢工的 这在封建王朝皇权至上的理念里是大不敬 但是一来呢 事出有盈 每一回赵沟的严重挫伤岳飞的报国之心 二来呢 宋朝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官员辞职啊 从来都不是罪 很多时候都是不恋权贵的清高行为 应该赞赏 至于第二第三点 前面事发时咱们早已经叙述清楚了 怀西之战的时候 岳飞被各方面的命令左右 被隔离在战区之外 那是岳飞的事吗 楚州相信直到这个时候 岳飞才知道当时张俊为什么揣着明白装胡同 不依不饶 一定让他表态 那是个坑啊 早就挖好了 等着他往下跳啊 意识到了这一点呢 又目睹了韩世忠的经历 他明白了七月初 刚从楚州回来就辞职 赵沟为什么没同意 那要是同意了的话 他们怎么去迫害一官场之外的人呢 岳飞的心变冷了 一瞬间他仿佛置身于梦魇之中 这一切会是一个整体的计划流程吗 他在回忆 而弹劾已经进入到了另一个层次了 赵沟亲自出面发表评论 他认为 岳飞在楚州时 于万军之前说楚州不可守 城防没必要休 完全是收买军人达到加强个人势力的目的 这样的人 让国家和他怎么去信赖呢 秦首相第一时间跟进 表态 说这个岳飞隐藏的太深了 他对人说这些话 一般的人未必能洞察真意 多亏陛下您揭露出了他本质了 这两句话在南宋官场 那是引起了爆炸性的动荡啊 皇帝和首相公开怀疑帝国最强的将军 赴书密使大人的忠诚 这是之前十几年里不敢想象的 一时之间下边说什么做什么的人都有 这就是机遇啊 顶级大揽们的摩擦 这是重新排队的大好时机啊 岳飞这方的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 事到如今他必须做出决断了 岳飞再一次请辞 他在奏章里写的自己多年的福 我很不到位啊 我有这样的错误 那的错误 我什么都有 我陛下你保全于始终 让我援引于山林 有宋一代 优礼臣了 再大的罪臣也不过是罢出流放了事 岳飞提到保全于始终 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把后果往恶劣里预计了 这一次呢 赵狗同意了 罢免岳飞公职 改任万寿官室 有一份优厚的年薪 不再插手官场军队的事务 这似乎很不错吧 岳飞被高高举起 又被轻轻放下 从此无关一身轻 没有是非了吧 但是有两件事也在同时发生 全面联系起来 你才能弄清楚岳飞此时的处境 以及赵狗的真实目的 岳飞罢官时是宋绍兴十一年八月 就是公元1141年 这个时候金乌珠收兵回了开封 给赵狗呢写了一封信 信里啊 以上位宗主国的身份 一通的训斥责骂和警告 把之前的战争 全归罪于南宋的忘恩负义 这是 他那是仁慈的 仍然不想毁灭一个曾经驯服的仆人 所以写了封信 诸东骂人 这封信由被扣押在金国的 元南宋使者带回来 赵狗秦惠接到之后 表面上成黄成恐 暗地里心花怒放啊 他们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这个异象啊 该死的金乌珠 你这个倒霉孩子 当年好不容易达成了和平共识 你非要打不可 结果怎样 让岳飞给打残了吧 没人拦着你都没法过疆了吧 这才知道义和的好处了吧 赵狗立即写了封回信 在心里 是我是从蜀国 我承认一切错误 我推幻一切错误 那都是前线几个主将 自己做的决定啊 自作主张 他们搞的跟我一点怪都没有 我是你好孙子 而他本人的是极其向往和平的 请太保左丞相 世中都元帅 领醒国公宗毕阁下 向金国皇帝陛下转达 既然义和再次摆到了日程上 那还需要放任岳飞吗 于是岳飞下课了 这就是岳飞被罢免的外部因素 这之外就是关于岳飞的罢免诏书了 哎呀 这个中国文字博大精深 中国的官场哲学那是很深奥的 国手布局 步步紧逼啊 每一个过程都是在为后续手段做铺垫的 诏书里说岳飞有身心 有害欲文 是良乖众望 皇帝 既攻掩过 从以宽科全路 以尽君臣之气 保功臣始终 让岳飞 无二色猜情 朕方奸辞以御下 而上念字 而弑君 这几个字里边 前前后后 搁一块二三十个字 处处是陷阱 到处都是伏笔 继承上 给岳飞的罢官 定性为有罪 附起下 为以后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处理留下了理由 岳飞 文笔家妙啊 这份罢官治理的隐患 明眼人一目了然 一看就明白 他有什么不知道的 有人劝岳飞做些补救 比如说求见皇帝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忠心 是吧 或者说罢官之后 哪也别去了 就在临安城里边养老了 时刻处于官方近距离监视当中 表示绝无二心得了 岳飞呢 没有 清车简从上了路回江州 私底去了 就是今天江西九江 岳飞孤傲潇洒地远离了临安 在他背后 临安城不安了 说你岳飞这是示弱还是挑战呢 是从此自觉于官场 军方彻底无害了 还是心怀抱负远离帝都 你上外面暗地里勾结旧部去了 这是没法确定的 因为岳飞在理论上仍然是语义丰满 岳家军到目前为止 没有外人能介入进去 只要两方面一会合 仍然有足够的力量轻浮难送 赵构秦桧的行动迅速展开 第一步先拆除岳飞的幕僚班底 在多年征战中 岳飞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心怀忠义的文人谋士 其中的首脑当然就是李若旭等人 他们早在岳飞到书密院上班的时候 就遣散到地方去当官了 可还是有11个人没走 他们哪怕被开除了公职 也时刻陪伴着岳飞 这一直调令 他们立即被分散到天南地北 一点都不夸张啊 有到广南东路的 有去广南西路的 有去江南西路 更有到南建州的 这让他们没法互通生气了 幕僚拆散了 下一步轮到军队了 这是八月的下旬 镇江府的书密使大人张俊 召集鄂州军方主务馆参见 要求先是王贵 再是张宪分批到来 这样就能保证啊 始终有一位主管留在鄂州坐镇 来主持防务 命令和顺序都无可挑剔 下属们只能是服从了 王贵先到 张俊的接待是老朋友似的 两个人聊了很多 话题渐渐转到了岳飞的身上 张俊回忆说 王贵啊 岳飞曾经狠狠打了你几板子 还差点杀了你 现在机会来了 你想报仇不想报 王贵一听摇摇头 说将军呢 这是军队里常有的事 谈不到报仇 我犯了军法就得军法从事 张俊的索性挑明了 这是秦首相的意思 只要你帮忙告导岳飞 一切都好伤 王贵仍然摇头 他能成为岳家军三号人物 能力不为不强 心智不为不坚 绝不是功名利路 所能诱惑的动的 这样啊 张俊乐了 那咱们换个方式 换个角度来说事 王贵啊 某年某月某件事 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 事啪啪往这一摆 王贵呆了 他并不是彻底光明磊落的人 他可以不被利用 却没法不被要挟 历史没有记载 到底是哪些隐私 被张俊给抓到了 可是当他从镇江府出来的时候 他可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王贵了 九月初一 张献从鄂州出发 去参见张俊 与他同行的还有营官人岳云 他们会在路上走十天左右 事情就在这期间骤然变化 前六天里一切平静 没有谁察觉到什么 第七天到了 出事了 一个叫王骏的人 突然跳枪出来 拿着书面文件指证 张献岳云和岳飞勾结 要重夺军队 要挟军队 要挟朝廷 这个王骏呢 是岳家军里的重要成员 是前军统治张献的副手 这个人能力突出战功卓助 这都是他成为岳杰军首脑的必要条件 而这之外 他还有一个外号叫王雕儿 雕儿啊 是指恶鸟 在鸟群里边 争咬声势祸害同僚 王骏就像这种恶鸟似的 是匹害群之马 这个人呢 用了大篇幅 详细记录 某天晚上他和张献的交谈 内容是张献对他说岳飞秘密派人送来的消息 要张献把全部人马调过江去 进驻襄阳府 这样会让朝廷明白岳飞的地位 从而保证岳飞的安全 甚至让他重归军队 这实在是罪大恶极 一笛叨叨的谋反呢 所以王骏出于忠义之心 把这事给告发了 咱们就说最显著的一点 抛开张献王骏之间早有摩擦 不可能把这么机器的事提早暴露之外 张献之所以说的如许 这个详细 居然是因为王骏一直在反对 在质疑 张献像是要说服他一样 把各种隐私一一告知 你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吉吗 就这样着力的伎俩 让谁看了都会摇头苦笑 连王骏本人都做贼心虚 在高明星尾上加了一句话 叫张太尉说 岳相公处来人叫救他 骏既不曾见有人来 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 张太尉发此言 故要激怒众人 背叛朝廷 没人来也没人去 那么说张献仅仅是发了一顿牢骚 这玩意叫罪呀 反正不管是不是吧 这就足够了 王骏把这封告密信交给了王贵 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而王贵拿着这几张纸 心里边是犹豫不定 他绝对不想这么做 可是却没办法 权衡之下 他把告密信交上去了 他把这封告密信呢 交给了京湖北路转运判官 荣米 可是荣米呢 却不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原件给退了回来 到这无可奈何了 王贵只好把东西交给了秦桧的死党林大生 林大生一接到这东西 那是迅速转交给了镇江府的张俊 这个时候十天刚到 张献岳云正好赶到了镇江府 走进了张俊主持的书面院 精确的控制 确保岳飞的嫡系最亲近的人自投罗网 张献岳云进入书面院之后 第一时间被关押起来 张俊下令就地审问 是吧 如有必要可以动刑 毫不掩饰自己的这个兴讯逼供的意思 可是却被手下人拒绝了 书面院令史流行人王应求说了 说按宋朝法律 书面院无权开设刑堂 无权得任何级别的官员动刑审问 张俊冷笑 行 无权是吧 给我滚 我本人亲自动手 行了吗 张俊等这天等多长时间 很久以来 他对岳飞所有的怨恨 羡慕 嫉妒 所导致的发狂的病态的情绪 都得到了宣泄 他抓住了岳飞的命脉 亲手拷打岳飞最亲信的爱将 以及岳飞的长子岳云 这是怎样的快乐 张献被言行拷打之体无完复 而岳云那也一样 可是这样 张俊自始至终 都没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那颗蠢到了一定程度的脑子里 能编出来的最完美的谎言 无外乎说张献接受岳飞的指使 鼓动军队造反要挟朝廷 而在江西恶州之间充当桥梁的 就是岳云等等等等 可是证据呢 张俊觉得应该有一封信 信呢 实在找不着 好 那一定是张献烧了 如此拙劣啊 尽管很笨 尽管很蠢 尽管什么证据也没有 但是有这个说法就够了 张俊带着这些想象中的罪名 压着遍体鳞伤的张献岳云 去了临安 把他们投进了大吏寺的狱里 至此 王毅张开 只差 岳飞 入旺 那么这些不要脸的人 他们是如何抓捕岳飞的呢 遇之后是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